在前面的视频里面给大家记录做一个怪装的题材 做了一个想录说一飞 也是用达摩卡的一块料子和特色料来应援的 整体的把它的翘色给它应援起来了 然后今天是我记录的这块料子 但是如果在那一块料子的前面出现的话 我们就把这块料子给它做了 这个料子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就是这种一个形状 然后这个料子它其实认真看它的味道是挺好的 中间这个肉它是有点灰一点点的 然后旁边的这个边缘的那个红物它是一个红物 然后是整体的包裹过来的 外面的这一层它是一个黄物比较干一点点 然后今天我们所应援的这个题材 就是把这黄物跟红物还有中间的这个肉 怎么去把它区分出来 然后形成一个体材 然后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不断的推销各个方案 然后最终选择了一个利用黄物 来刻画了一个生物抖战胜活 然后中间红物的位置 我们跟面具一样的那种做法 做了那个释迦牟尼的那个头像 然后背面的位置我们就侧面做了一个妖怪的那种场景 然后它也是挺妖魅的 然后下面的位置我们就给它点缀的做了一些的骷髅头 然后旁边的红物我们几乎是没动的 or Hauseau 4个人 3个人 4个人 5个人 4个人 5个人 4个人 5个人 这个料子已经泡光完成了 在雕刻上面我们也是产员桥雕的那种办法 然后这个料子首先它的色彩是很丰富的 上面的一层黄它有一点像铜环的那种造型 然后中间这个黄雾它有一点点像红雾 然后背面的这个中间的一堂的色它又带一点点蜻蜓 旁边的红雾我们几乎是没动的 然后黄雾我们就做了一些的火焰的衔接 然后像这种做法我们主要是取窍 还有就是在衔接的时候怎么去把它的窍色 整体的立体感会体现出来 然后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记录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欢迎在评论群里面留言